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每一个人都要阅读 所以呢 他对于国际外交精英圈的决策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他在最新一期的文章当中呢 他 好来 他这一篇的文章叫做 The Taiwan Temptation 台湾的诱惑 台湾的诱惑不是台湾自己诱惑 而是呢 你看到两岸之间目前的情势发展 你看到中美台之间的情势的发展 这一篇文章要告诉全世界的外交精英 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把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情 端到台面上了 他们在做的计划 关键点不在于他们的军事能力 军事能力已经有能力 关键点他们在评估的是 背后的代价有多少 嗯 因为这篇文章 我不鼓励你看 因为非常长 它是非常长的我文章 对对对 那如果原文 如果你英文够好 你要看也无所谓了 要不然你就想想看怎么样去把它翻译 翻译出来 没有 现在网路上面有很好的软体 很快就可以翻译成为中文 而且现在翻译的速度很快了 好 那他里面 因为Foreign Affairs 他的最新一期的这篇文章 大概占了他这一期的期刊 让他在网路上面 但没有篇幅的问题 但是你算的篇幅 以我过去看的 就Foreign Affairs 他的文章来讲 这个篇幅算是很大的 这跟我们 我们之前呢 在讨论兰德的那篇文章 虽然没有兰德那篇文章的架构 这么的宏伟 因为兰德那篇的 那个我文章 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文章 但是这一篇 他在他在告诉你就就是 美国或者说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的思考 不能误判 他的想法可能跟你不一样 他讲的重点是这个 但他里面有有很多 有很多个叙事的逻辑 其中的一个逻辑在告诉你说 中国今天的武统哲声音高涨 涨到就是说呢 大陆的主流的舆论 现在呢几乎都已经公开表态呢 支持武统 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 第二个就是说大陆的官方 就习近平来来讲 今天呢大陆有关要武统台湾 从大陆的主观的评估 已经不是他的能力的问题 而是他的成本效益 就是我要花多大的代价去达到这个目的 已经已经是他做了 要付出多大代价 而不是他能办得到 他认为他一定办得到 第三个 这一篇文章 就很细腻的去讨论他的军事架构 而军事架构的结论是做得到 是那几种呢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模式 其实那个倒还好 那个在过去 其实在很多呢 两岸的军事讨论当中 大概也不出这这几种的路数封封锁啦 集中集中性的这种的这种的攻攻击啦 或者呢是用用斩首啦等等 大概呢也不说这种 那不是重点 重点他只在提醒就是说 现在大家认为当中国在崛起 习近平呢在营造他的中国梦的同时 许多的西方国家呢 都会很简单的认为就是说 如果他敢对台湾动手 他一定会付出很大的国际社会的舆论 甚至于呢 对中国大陆的制裁抵制的代价 所以他应该不至于这么蠢吧 那他只在告诉你就说 那就看你对于台湾 tempitation的那个tempitation有多大 那个诱惑如果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一个历史工业 而他认为他可以办得到 而整个台湾在正在呢 在情感上面飘离中国越来越远 他是有可能做的 所以他的三大部分 虽然文章非常的长 第一大部分去描述的是 原本这个议题 在大陆的决策圈里头 其实是没有放到台面上讨论的 因为对于大陆来说 如果两岸之间 因为他们不断的强调两岸之间的水乳交融 那这种水乳交融的情势发展下去的话 大陆其实并不需要采取那个最后手段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是放在很后面很后面 所以其实外交事务他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说 过去他们去访问这一些 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决策官员的时候 大概都会跟你讲说 武统的机率不高等等 他会告诉你说 你不需要再去讨论这个话题 但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一个人 会去否认说武统的可能性了 所以他第一部分 花很大的力气在讨论这个 第二部分呢 他在军事上面做了很细腻的描述 就他如何有四阶段的步骤 然后呢对台湾采取武力 除了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登陆全面占领之外 前面三个阶段 他都可以做得到 就包括了拒指 就是把所有的外在的外员 全部都阻止在外 这个他都做得到了 好这个是他第二部分 在军事力量有能力 第三个部分就是 那到底成本代价是多少 这个成本代价 他也花了很多的篇幅 去谈到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说 比较惊悚的是 他判断 其实成本代价 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 但他有一些的基本的估算 就西方国家 如果对于北京 北京不至于动手 那这件事情 如果会一直抱持着这种的期待 无非是因为北京现在在国际整合的深度 越来越深 那他跟全全球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那他今年他有 RCEP他有一带一路 他在推他的十四五 光这三件事情来讲 你可能就很难想象 北京如果发动一场战争 而导致他这三大计划 都遭遇到很大的破坏 对中国来讲 那个代价其实是很惊人的 因此都要推估就是说 他不可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吧 这个是大 大家认为呢 两岸不至于发生军事冲突 武统 不是能力问题 而是他主观上面呢 在在在拨算盘的时候 不至于这么蠢吧 做这样的决定 那是西方国家的视角 但是这篇的这篇文章 他比较认真的在告诉你 那是有可能的 因为主观的想想法跟你呢 跟你认为他会怎么想 跟他真的怎么想 那个中间是有落差 这是我们在念政治心理学当中的 基本的课题 就就是我们常讲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这种的实际上面 他他所面对的决策环境 跟他的psychological 里面所说认知的环境 中间一定有落落差 越好的角色是落差 越小的角色 就是我所认知的那个事实 跟真实的情况越接近越好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就北京方面显然就不是 当然我觉得在通篇当中 其实台湾所能够自己扮演的角色 他几乎没有提到 他没有再去进一步的去分析 他当然这里面有小小的提到 他有提到说 其实台湾现在距离大陆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反中这件事情 其实是刺激大陆 必须要把这个议题 端到台面上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这里面只是轻轻的带到这件事情 因为他终究不关心台湾 所以虽然标题是台湾 但他其实并不关心台湾 因为美国跟中国会不会因此打一打一仗了 他说temptation 对美国来讲台湾是有temptation 对大陆来讲更有temptation 中美呢对于对台湾来讲 台湾都有他的诱惑力 那中美会不会因此被卷进去 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的发生武统 因为一旦武统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零和游戏了 那但是他就完全不在乎台湾到底 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避获避战吗 呃我 这就是西方讨论的 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认为他仍然是属于美国过去呢 有关于两岸事务的主流叙事的风格 他仍然在强调就是说 应该要要避免台湾进一步的 朝台独的路上走 以至于让大陆师出有名 逼着大陆非动手不可 他的整个的主流的叙事 就是今天两岸关武统变得越来越台面化 嗯其实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意识到 如果不早点动手 台湾会越飘越远 越来越难解决 如果你让他觉得我今天不动手 明天更麻烦 我早晚要付出代价 那我为什么不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就动手 他的逻辑是对的 虽然他也告诉你 你把你把你把中国大陆 今天在一个经济崛起 2019年的人均所得 刚破1万美元 可是你知道1万美元的人均所得 如果以人均来看 1万美元的人均所得 在全世界排名我算了一下 在74名 75名 其实是在中后断班 那以换掉大陆 如果从人均的角度来讲 大陆的发展的势头 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那当然是 那对大陆的发展来讲 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挫败 但是他里面没有讲的 其实我认为很多呢 很多西方的现实主义者 是希望台海发生冲突 台海发生冲突 是打击中国最好的风势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一定会以为说 他们一定不希望的大陆武统台湾 不有另外一种的反向思考 说我巴不得你武统台湾 你武统台湾了之后 你中国起码凑个十十几二十年 这十几二十年我没有压力 这十几二十年正是中美竞争 最关键的时刻 所以我就逼你的大陆非动手不可 这种的逻辑我比较信 我不知道大陆的朋友们 能不能听得懂 我认为有一些的 美国的现实主义者 他在请军入翁 他在利用台湾的temptation 呢在在吸引大陆的 这种的鹰派动手 你动手了之后呢 其实最后他会得到 非常大的战略利益 因为他在告诉你 中国大陆的前十大贸易伙伴 有八个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里面呢中国对外的贸易里面 有百分之六十 就是跟十大贸易伙伴来的 你能你能怎么办 如果这十大贸易伙伴当中的 美国的这好朋友 下个月呢就是不久之后 要跟拜登要开会的G7 通通在里面啊 那这些的盟友们 就像你这两天你你听到的 加拿大的总总理杜鲁道说 哎我们应该要考虑抵制 明年北京的冬季奥运 这种话都已经讲了 那个那个气氛是北京 在衡量的时候关键 但是我不知道北京 够不够聪明 他在请军入后 他巴不得你对台湾动手 那你要不要跟台湾民众先喊个话 关键点还不是他们 希不希望大陆武统 是台湾自己想不想要被武统 这才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想毫无疑问 没有人愿意啦 就说两岸两岸今天 我说的中国人几千年来 走到今天生活最好最最幸福的阶段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文字历史以来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么的幸福富裕过 可是为了自己自己两岸的事物 要破坏这种的富裕的势头 要复原是非常伤元气 他不是香港 香港的问题对大陆来讲好处理多了 但是台湾的问题 那一定会让大陆起码倒退十年